安全弄法 那现在都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了 16岁的学生要造车 某种程度的参战 那在这个时候呢 刚好呢又发生了国防院所长 大谈这个赖清德 江盛 郭台铭还有侯友宜 说什么高下立判 谈到这个部分 他上这个网路节目里面提到的 那当然这个国防部呢 立刻就说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避免这种状况再发生 那这个显然啦 就是一来你也就是摆明了 也没有在管什么行政总理的 那你这些国防官员 完全想的脑子里面 也就只有选举 可是此时此刻不是兵凶战危了吗 那我请教凯翔 刚刚其实这个预防委员有讲到 开始了开始了就是军备竞赛 那这个很恐怖啊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离战争这么这么的近 而且是越来越近啊 我觉得其实要 就延续刚刚预防委员讲的话 就是我们过去国防部告诉我们说 这个国军的建军的策略 或者说我们这个如果两岸包括战争的话 我们的战略最高指导原则是什么 过去什么决战境外啊 后来变成什么决战贪案啊 我不知道从很曾几何时 国防部有正式的跟大家讲说 未来的决战就是决战你我家门口吗 我不知道有经过民众的同意吗 我们有在选举当中有任何政治人物 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说 我们要不要打我们要不要打巷战 我们要不要全民都全部的人命 就像是美国参议员脱口而出的说 台湾人要死到最后一兵一组 有吗 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我不晓得战争很多 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 包括像是英国在被纳粹轰炸的时候 很多的小孩是被疏散到乡间的 不是抓到兵工厂去做枪炮弹药的 我们有我们有任何政治人物跳出来 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公开讨论说 一旦战争爆发 我们要不要留着我们的年轻孩子 如果就是知道成年人或是军人 这个真的打不赢了 打输了 那孩子这还等命还要留着 继续建设台湾 这些孩子甚至送到加拿大去 英国人 对 之类的 我不知道谁经过我们的同意了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战略战术 变成决战境外 决战贪案 变成决战你家门口了 有这样子 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有过验证过吗 有问过我们吗 然后现在小孩子也要送上战场 不要说什么去到兵工厂里面 里面这个去工作 他就不是到第一线去当炮灰 那个死的可能比第一线更快 你以为现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俄罗斯动不动就用这个远程飞弹 去攻击乌克兰全境 都打哪里啊 兵工厂啊 电力基础设施啊 或者所有看起来有军队在集结的地方啊 这些人死的可能比第一线 摊案上死的人更快啊 他在开始进攻前就先炸你这些地方啊 所以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现在是国防部是把 把全部的百姓 就是你直接帮我们做决定了 也没有经过任何就是 形成共识的阶段 然后再不然就是全面的呼嚨 其实早在 我还记得我之前在这节目中讲过 就是蔡总统当时开记者会公布说 什么疫情要延长为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国防部就已经埋在里面了 说全台湾都是战场啊 他就已经把这件事情放进去了啊 强迫你同意啊 也没有问过你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从全民防卫动员法改为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如今呢在这个战了两天之后 看起来这个很多绿营网军 塔利班网军是解决败退 但最新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最新的一个说法是说 这马英九时期就有了 这个法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当时就是这样子什么什么定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里面的猫腻 大家可以看懂一下 大家可以上网 可以去国防部官网下载这个有PDF档就是比较 刚刚波及也给秀给大家看了 它其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它为什么被人家讲说是数位中介法的这个戒失还魂 因为它的修正就在它的结构当中啊 原本呢原本这个全民防卫动员法 就是原本的版本 它其实第一张就是总则 第二张第二张就是组织跟全则啊 第二张是组织跟全则 是什么呢就是讲说什么 哎呀这个动员谁负责啊 行政院叫谁负责 谁负责谁负责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在新修法当中呢 第二张变成了准备动员准备时期的组织跟全则啊 什么意思 刚刚波及也跟大家讲了 动员准备时期就是什么 它现在里面动员区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动员准备时期 就是平时啊 就现在啊 就是平时 平时都在准备动员什么什么的 第二个才是动员实施阶段 那第二张变成动员准备时期的 这个组织跟全则当中 新增什么 就是新增刚刚管制媒体那一条 这个原本的法是没有的啊 各位原本没有啊 原本的法没有规定说 在平时就赋予它一个法源 让它去管制媒体啊 还急于网际网络啊 各位不要再被骗了 现在今天有卡绿班们大举而出 在这个各大网站跟论坛上面讲说什么 这个马英九时期就有了啦 国民党执政时期就有了啦 但不是啊 它重点就是新增在动员准备时期 AKA就是括号平时 可以赋予它法源依据 说对抗认知作战 所以要求什么 这个媒体要造册啊 然后呢要这个以利动员所需 然后要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料啊 这是新增在动员准备时期 就是现在 所以各位不要被骗了 它就是要这样 它就是要把数位中介 把原来未尽之功转到这边来 为什么平时可以管这个呢 甚至我觉得战时 战时为什么所有媒体都被你真用呢 我们常常我们所有新闻人 过去都曾经会被教导一个案例 就是当年越战时期 华盛顿邮报干的事啊 华盛顿邮报把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 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就直接告诉你 国防部自己做的报告 告诉你越战打不赢啊 50万美国年轻人在越战 就是打一场徒劳无功的战争 而且国防部自己评估打不赢啊 里面还有很多资料造假的 伤亡造假的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法实施下去之后 你敢报这个吗 你敢报这个吗 你平常就不能报啦 何况暂时啊 但是这真正是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有事吗 应该有的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今天就有 我看到有这个法界人士 就把过去动员 勘乱时期的国家总动员法 拿出来比较啊 现在这个法定的比当年还要延啊 然后王定义出来说什么 王定义出来说这是暂时之所需啊 这是非常时刻要有非常做法 那你就不要再骂蒋介石啊 他说备而不用 你就不要再骂蒋介石啊 你就不要再骂国民党时期 当年动员开乱时期那么久 你说动员开乱时期 那不然恢复好了啊 恢复就好了嘛 当年国共内战 真的真刀真枪的在打啊 那时候你就说什么 动员开乱时期 是全世界最长的 然后呢反民主 就是威权统治 那不然你现在该就直接恢复好了 你现在就必要 当时你就在骂 这太莫名其妙了 太莫名其妙了 我觉得终归一句话啦 我们现在常常用爱国主义 去号召民众的 哎呀这个你这个也是为了爱国 那个也是为了保台 那个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都我常常在思索一点 你现在号召 用爱国主义号召的最根本 是说台湾是个自由民主 中华民国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要抵抗极权啊 什么专制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以抵抗极权专制为民 去行极权专制之时的时候 请问一下 这不会本末导致的吗 那我们保卫 当我们保卫的民主自由不存在了 也变成另外一种 极权专制的时候 那你有什么资格要说什么 你必须要跟着我一起 搁着我一起高唱这个爱国主义 然后呢去对抗另外一个极权专制 你也是极权专制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真的要挡住啊 尤其是那个动员准备阶段 就开始要对媒体进行管制 假防任之作战之明 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就是防止什么 民心就要开始管制媒体了 当时数位中介法被挡下来了 你现在就是借尸还魂 把它化整为零 到别的地方去啊 刚刚波及举的例子 我有我的例子啊 我在防疫阶段 也是写很多高端的东西啊 然后我写的东西 每每都被事实查核中心 结合脸书 在脸书上面给我向警语啊 说我这个东西是未经查核 或是不实资讯啊 未来 未来请问一下国防部结合NCC 还是你要结合什么单位 你会请问一下 你凭什么禁字认定 什么是假讯息 什么不是假讯息 什么东西是认知作战 什么东西不是认知作战 到目前为止查出了所有认知作战 民进党最常认知作战啊 民进党带着那些网红 最常认知作战啊 只要是绿的就不是认知作战喔 对 他们就是这样认定啊 谁来判断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国防部一定会不希望 自己内部的资料被揭露啊 那当他被赋予 或是NCC被赋予 这样子的责任的时候 在政府的一部分被赋予 可以认定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请问一下还有任何 可以监督政府的声音 还有任何可以 就是对政府不利的真资讯 也会被认定为假资讯啊 那这个权力不会太大了一点吗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